主角为了追女主管煞费苦心啊 星空电影院这样贫穷约会法到底能不能打动气质女主管的心 只不过就当快要打动对方的时候约会却出现麻烦 白雪坏公主 事前功课还是要做否则很有可能前功尽弃 最终男主角秦子齐的贫穷约会法到底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果 连邱泽本人都认为约会的美好并不是用钱来衡量 而剧中小资女这个新名词也成为入口网站搜寻关键字 可见越是贴近民众生活的故事情节 越能引发共鸣 三连新闻做不到